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着这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3月24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黄金 黄金投资 最近这个黄金概念 还是比较火的 这个金价比较坚挺 一路攀升 我看有很多网友纷纷留言 黄金能不能投资 关于黄金投资这个事情 我以前做过一期 今天再聊一聊 因为今天有好几个媒体 刊登了一个新闻 你看这个每日经济新闻 他刊登的叫加盟店跑路 巨额黄金消失 60公斤黄金 不翼而飞 然后一个集目新闻 刊登了一篇文章 叫黄金参甲套路翻新 实际上这些报道 以前也有 不是说今天才有 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介绍的 是不是值得我们借鉴 每日经济新闻 他说近期多名消费者 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爆料称 北京朝阳区双锦复利广产的 中国黄金北京概念店倒闭了 自己此前在该店无忧欲定的黄金 无法提取 利益受损消费者 就是这个记者采访的对象 叫受害人 他说截至2024年1月 粗略统计涉及黄金打60公斤 这个先介绍一下 朝阳区双锦复利广产 这个我还知道 我还去过 以前去那看电影 给我的印象比较深的 非常难停车 大概是十年前吧 当然里面的这个中国黄金 这个店我没有印象 没去过 3月21日下午 记者来到双锦复利广产 在三楼靠北的区域 记者发现中国黄金的店铺 但店铺大门紧闭 玻璃橱窗上 没有陈列任何商品 首海人表示 在同中国黄金 这里介绍一下 这个中国黄金 它是三十公司 600916 一家以生产加工销售黄金 为主营业务的 这么一家商事公司 当然它也是国企啊 然后工作人员呢 以设施店铺为加盟店为由 失口否认相关责任 3月22日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就此向中国黄金方面 求证 未获回应 早在2016年 曾女士 就是受害者之一 便在位于 朝阳区双锦复利广场 中国黄金店 叫中国黄金概念店 通过无忧预定模式 购买了投资金条 这是投资金条 之后 每年在正常续签的同时 会再买100克 你看它这是一个 长期的一个投资计划 根据当时的宣传业 如果消费者选择无忧预定 会在实时金价的基础上 仅增加6克 6元每克 并赠送所购金条重量 2.5%的纯金赠品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选购100克黄金 如果基础的金价是350元 一克 那么它就要投资呢 这个350加6块 乘上100 也就是35600元 然后它给你赠送啊 25%的这个重量的黄金 那也就是100克给你送2.5克 那这个2.5克价值就是 875元 那你这么一算就合适啊 因为基础的金价是350 一克啊 你现在100克黄金 实际上只花了 34725元 你就逼这个合着每克是347 比那个350还便宜3块钱 这个是现实的优惠啊 不仅如此啊 投资者可随时进行回购 但是回购没有相应的优惠 回购就是说 你把你买的黄金 再卖给这家店 如果是一年期满后 要求中国黄金进行回购 那么需要参照实时基础金价 每克仅扣出2元设置费 当然这个期限呢 可以选择三个月六个月一年 优惠条件不同 所以到这里时候 大家脑子转一下 如果你不考虑黄金价格波动的话 实际上它就是银行的存款业务 所谓的你把钱存到银行 和你把钱到这个金店变成黄金 逻辑是一样的 完了之后 银行是你存6个月 那么是定期啊 利息不一样 你存3个月利息又不一样 你要是这个活期 对吧 活期就是随时取啊 那利息更低 或者金字没有利息 金店也一样 你随时要求金店回购 回购就是你取钱 你把你的钱再取回来 那你三个月回购 一年回购 那就是相当于称银行定期 当然了 你还考虑这个黄金价格变动 如果到时候黄金价格涨了 你好像就占便宜了 黄金价格跌了 那你就赔钱了 就这么一个投资模式 那现在这个金价在上涨 大家都觉得金价还会涨 大家对未来这个通胀预期啊 人民币贬值啊等等啊 认为黄金还会涨 所以很多人跑去买黄金 做这种投资 今年三月 这个受害者曾女士啊 本打算办理黄金托管的续签业务 但和中国黄金概念店工作人员微信聊天时 工作人员告诉曾女士 我们公司倒闭了 然后说你去派出所报案去吧 而且人家理直气创的说啊 你就赶紧去报案 为什么呢 他说我们是加盟店 不是跑路了 我们就是破产了 你看看 我也不是诈骗 我也不是什么 非法什么集资 我们就是经营不上破产了 你赶紧报案去吧 同样是受害者的李先生回忆 这家中国黄金概念店 2023年12月27日关店 他在关店的第一时间 便收到了店员的通知 李先生介绍 他发起了维权群 目前大约也70人 大部分人都是双井复利广场 中国黄金概念店的受害者 李先生说啊 2024年1月底 纯丽做了一次统计 40个人的时候 无法提取的黄金 大概是60公斤 人均是1.5公斤 人均是1500克黄金 投资 现在金价多少 500吗 我没关注 那就相当于七八十万 得知闭店后 受害者在警方要求下 查银行流水时才发现 原来中国黄金概念店 收款方式 北京三鼎元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鼎元 国家企业信息系统显示啊 这个三鼎元法定代表人是林建宝 杨如荣持有三鼎元百分之百股权 受害者 丁先生告诉美日经济新闻记者 中国黄金官方对此时的态度分为两个阶段 刚开始时 中国黄金以设施门店 是加盟店为由 失口否认 春节之后 中国黄金态度转变 承认有责任 并积极协助 承认有责任 但也不承认有多少责任 一切都等着 丁先生说啊 李先生则表示 得知关店后 他显得去当地派出所报案 2024年1月9日 警方通知李先生 等报案前去做笔录 二月底警方告知案件 以移交检察院 在这里 我的实话是说啊 这些投资者啊 赚钱的时候 那是自己英明省武 有眼光 看得准 赔钱了 就开始找别人的原因 都是别人的错 你给中金黄金这家店 打款的时候 对方收款账号 你不看吗 对吧 这不可能说给你一串数字 你就往这一转就完了 这个大家打过款的都知道 对吧 这个收款单位 你一个字的话不能填错 对吧 但你在填 或者但你在确认 对吧 你在确认啊 你选择叫北京三点元 黄金珠宝有限公司的时候 难道脑子里就不过一下吗 这跟中金黄金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钱打给谁了 一般的这种投资合同上面 账户都会写清楚 对吧 账号多少 收款方 名称 如果上面写的是北京三点元 而不是中国黄金 这些投资者 就这么轻信了吗 所以说啊 这个人家一跑路 他开始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在我看来啊 人家这叫名片 对吧 都没有背着你 人家这个上面 核心上写的 打款这都写的很清楚 这是明明白白的骗你 我们再看啊 他说 3月21日下午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双锦复利广场 很显然啊 这个中金黄金啊 这个logo啊 这些标牌已经没了 记者来到广场三楼 发现了中国黄金的店铺 但店铺大门紧闭 玻璃出身上没有陈列任何商品 随后 记者来到复利广场一楼 咨询台处询问情况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你这信息知道的太晚了 该工作人员表示啊 中国黄金概念店是加盟店 几乎与复利广场同龄 目前店铺欠着房租和物业也有纠纷 记者也联系了受盖人提供的 中国黄金概念店原店员 但对方拒绝接受采访 实际上大家知道啊 在中国这个黄金销售啊 应该是特取经营 或者说它是有央行下面 有一个分管的部门啊 去管这个黄金的销售 不是所有的店啊 你比如说你小超市 你说我可不可以卖黄金 那肯定不行的 你得有营业执照 有证件 对吧 你的黄金从哪来的 源头在哪 这个得得清清楚楚 你可以开一个黄金珠宝店 但是你得办各种各样的执照 因为黄金珠宝它是贵重物品 有一定的信誉在里面 所以这个 就是普通的黄金珠宝店 你是肯定不会去买的 你要去买肯定买品牌的 所以这些黄金珠宝店 它当初做品牌啊 它也花了很大的钱 那你如果想开这个黄金珠宝店 或者是紧卖黄金吧 那你肯定得找一个大牌 要么加盟 要么刮铐等等啊 总之你那个牌子是不行的 对吧 你得刮铐一个大牌 那关于黄金的这些大牌 实际上就几个 就是品牌啊 这个咱们得搞清楚 一个是生产黄金的 加工黄金的 就是提供黄金的产品的 这个品牌也就几个商人公司 一个叫中金黄金 一个叫什么山东黄金 恐怕还有一两家其他的 但是这个销售渠道啊 它也有品牌 你比如说什么蔡白黄金 什么上海什么老凤翔 它是销售渠道 也有品牌 你要加盟老凤翔 或者加盟什么蔡白 那你也是一种提高自己这种信誉的手段吧 但是更多的人 他会选择这个源头啊 生产黄金 加工黄金 这是厂家 实际上就是中金黄金 它也有个业务 就叫加盟店 在我们的理解中啊 你要是中金黄金的加盟店 那你卖的东西 应该都是中金黄金的产品 就像你卖猫台一样 那你那个店里只能卖猫台 你的猫台只能从猫台厂家进来 进货 这是咱们传统的思维 但实际上啊 这黄金的销售不是这样的 所谓的中国黄金 它加盟店啊 它只收你的品牌管理 我把这个中国黄金的牌子给你用 只有你从哪儿进的黄金 他不管 对吧 你要从我这儿进更好 你要从这个大街上 或者从他其他的渠道进的黄金 你只要拿得出证件 对吧 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合格 或者是中金黄金 他自己可以检测 只要他同意了 他认为你这个黄金达标了 那么你就可以卖 不必 是吧 不一定是必须从中国黄金那儿进货 大家一定搞明白了 说白了就是 他随便在哪儿搞个黄金 只要中国黄金认可了 他就可以贴中国黄金的牌子 往处卖 我把这个模式告诉大家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中金黄金在里面起什么作用 现在加盟店人跑了 或者倒闭了 投资人受损失 投资人说了 我是冲着你中国黄金这个牌子进来的 中国黄金说 我只是个 对吧 加盟授权 对吧 你跟中国黄金之间没有任何交易 没有资金往来 对吧 你没有从中国黄金什么买什么黄金 而且这个中国黄金还说啊 我没有让加盟店开展 叫托管业务 对吧 我只允许他售卖黄金 把黄金卖给你 你拿走 你回去自己藏着 埋地底下 或者你自己找人 给他打针金戒指金耳黄 或者搞个小铜仁 小金人 那是你的事情 加盟店并没有得到授权 说开展托管业务 那这个加盟店是私自开展托管业务 你到警方报案 到有关部门去报案 所以你看这就变成一个扯皮 但是消费者呢 他也可以讲自己的理 对吧 中国黄金肯定给这个加盟店 有一些授权的证书乱七八糟的 加盟店肯定拿这个去宣传 要不然投资者凭什么相信 这是中金黄金呢 肯定有一套宣传材料 能证明 它跟中国黄金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受害者 他就可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责任都在中金黄金 对吧 你没有管好这个加盟店 那中金黄金到底承担什么责任 这个咱们也不好说 公说公的理 婆说婆的理 最终啊 还是看法院怎么判 本院认为 或者说中国黄金到底承担多少责任 对吧 这都是有法院的判决 都是两可的事情 谁也说不好 我刚才说了啊 这个托管业务 实际上它是非法 中国黄金概念店 通过无忧于定模式销售黄金 属于黄金托管业务 实际上这个业务 相关法律法规有严格限制 就是当记者问中国黄金 是否用选加盟商 做黄金托管业务时 上述负责加盟的 中国黄金相关人员 明确表示 不用选做这种业务 不可能让加盟商做这种业务 我们公司有明文规定 不允许做非授权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关于黄金资产管理业务 有关事件的通知 相关规定 黄金资产管理产品 仅限金融机构发起设立 其他机构要代理销售 其发行的黄金资产管理产品 必须符合金融监管部门的管理规定 同时对黄金资产管理产品 投资的15黄金 要进行登记托管 登记托管付警线金融机构 和上海黄金交易所等 国务院金融监管部门 批准的黄金交易场所提供 在未给予黄金门店 相关授权的情况下 黄金门店不应该开展 该项业务的进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银行法 在第46条相关规定 黄金门店可能会面临 警告没受违法所得 罚款等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 和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黄金托管这个业务 只允许银行 对吧 金融机构 或者是这个金交所 国务院特批的这一单位 可以做 其他的人都不能做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 这个黄金始终特殊的货物 你把它当作商品的话 它是特殊商品 实际上它是印通 或者是它是货币 它比钱还要值钱 应该这么理解吧 如果这个央行 或者国务院 主管部门 没有授权的这些单位 如果它开展黄金托管业务 那不就是 相当说它开了个银行吗 这银行的逻辑 不就是这个逻辑吗 对吧 这个央行背后有黄金吗 要么就是美元资产 要么是黄金资产 所以它可以发货币 那你如果开展黄金托管业务 那相当说你有黄金 你有了黄金 你就可以进行融资啊 所以这里就说一说 这些所谓的 中国黄金概念店 它为什么会破产 打破脑的 你都想不明白 对吧 人家把黄金存在你那儿 到期了 你把黄金还给人家 把钱退给人家 要么把黄金给人家 要么把钱退给人家 这多简单这个事啊 它怎么会破产呢 如果把黄金拿走 这个就是买卖 对吧 这个黄金人家拿走了 如果人家把黄金不拿走 钱给你了 把黄金还放在你这儿 那你这个不就是个银行吗 它只是改头换面的一个银行 你反正买黄金的人 黄金他不拿走 对吧 我给他看一眼 展示一下 有的展示都不用展示 他就把钱交到这个 中国黄金概念店了 80万 交了之后 黄金给你看一眼 完了这给你一纸合同 你拿走吧 一年以后你来 对吧 你接着交钱 因为你没打算把黄金取走啊 对 你没打算回购啊 是把钱取走啊 这样这个 中国黄金概念店 它不就形成个资金池吗 它吸收大量的 所谓的买黄金的这些资金 但是它又不用 把黄金给别人 别人也没打算回购 把钱拿回去 那这个中国黄金概念店 它有那么的资金怎么办 它那个资金难道存银行吗 不可能的吧 所以这些钱 它就拿去理财投资去了 这些钱 它有可能去搞房地产去了 有可能去开矿 有可能做股权投资 总之 它这个钱 资金值这个钱 它要升值 升值的这个钱 从逻辑上说 那是这家 中国黄金概念店的老板 你看 说白了 它就拿这些黄金投资者的钱 做本钱 它去投资 赚的钱都是它的 通俗的说 就这么简单 只是它通过什么渠道去投资 这个花样非常多 它可以买中值的理财 对吧 它也可以直接买恒大的理财 它也可以在股票市场投资 它也可以买基金 可以买私募 它可以自己去买块地 开发房子 总之 这钱都没回来 都打了水漂 那不就是爆雷了吗 有人说 那它黄金呢 我存在那黄金 黄金只有那几块 对吧 那几块黄金 它不可能存在那儿的 它把黄金再放到别人那儿 别人还给它钱 这不就是一个 庞氏骗局吗 只要取钱的人 或者取黄金的人 小于买黄金的人 往里存钱的人 它这个骗局 就可以一直赚下去 也不会出现爆雷 那这是一种模式 大家就清楚了 有人就说了 那我控制风险 对吧 我把黄金拿走 食物黄金交易 这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是 现在媒体报道 这种黄金瘦甲 掺甲 这还少吗 什么金包银 金包铜 金包铁 还有现在黄金里面注塑料 这个你稍微检测 也还能检测出来 也不难 但是有的 对吧 掺那些其他金属 掺在里面 本来黄金那个规格是四个九 对吧 它达不到 这个有很多专业检测机构 都不一定能检测出来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也不是杜撰 我记得我咱们节目介绍过 应该在几年前 咱们的上海黄金交易所 就发现了 有一批黄金 就是金条 纯度有问题 就是说它 你检测之后 四个九是达到了 但是它里面 白银的含量超标 关键这个金条 谁提供的呢 是澳大利亚的 叫博斯铸币厂提供的 这个摄影 谁把它先揭发出来的呢 还是人家澳大利亚的媒体 对吧 他们发现这个 波斯铸币厂 就黄金参加 造假 结果 人家澳大利亚 自己都承认了 确实有这事 但是咱们的交易机构啊 它拒绝承认 它说这个是合格的 因为它一旦承认 它面临着巨额赔款 那你交易的那么的金条 都有问题 对吧 人家源头厂家承认了 是里面藏了 但是咱们交易机构说啊 完全合格 简设权贵物 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食物黄金 谁能保证它的品质啊 所以我在有一期节目说过了啊 这个黄金啊 它不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投资品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啊 对机构来说 这个又不一样了 对咱们韭菜来说 你要么买金耳黄 金耳丝 金手镯 它那个纯度还有问题 对吧 你有可能在这个加工过程中被人坑 这还是说买食物黄金佩戴 对吧 你要是投资的话 它也没有一个标准品 有人说我投资纸黄金 银行特别是纸黄金交易啊 还有一些机构 但是不管它什么品种 你跟股票比起来还差远了 虽然股市咱们天天吐槽 说是股市啊 有那样的毛病 但是股市相对来说还是有人管的 而且它管的力度还越来越大 股市还是个非常标准的 这个对韭菜来说 谁中投资渠道 它流动性还好 但就这样 这不一样的被割吗 就股市这样 由这么这个主管部门 下这么大力气去管 都韭菜都被割 那你说这么一个黄金 这么一个非标品 对韭菜来说 他居然相信 他靠这个能赚钱 这是谁给的勇气呢 我看了一下啊 现在很多电商平台 很多直播带货 居然还带黄金 很多人去买 他那黄金比市面而便宜 记住了啊 无力不起早 对吧 这些直播带货的 他不可能再做慈善 对吧 说我这钱多了 我给你们每颗黄金 我给你补贴20块钱 不可能的 天上不会掉陷笔 只会掉陷阱 我看很多人跑到直播间 对吧 买黄金 这些电商直播 对吧 他流量本身都要花钱 他把你骗来了之后 或者他花钱 把你买了之后 完了之后还给你再补贴 一颗黄金给你补贴20 买到就赚到 对吧 你买到之后 你翻手卖出去 就立马一颗赚20 怎么可能有这事呢 黄金造假 是防不胜防 就专业机构都可能删断受骗 真金不怕火炼 我告诉你 现在假金子 他也不怕火炼 烧没用 所以咱们在有一期 已经说过了 你觉得黄金价格波动 还挺有意思 你觉得你能把握 你可以吵着玩 对吧 就相当于买股票了 就我纯粹是叫消毒疫情 把它单做一个投资 波段操作 但是你说 通过这个黄金交易 对吧 什么扛通胀 什么以后保命 这个就想多了 你不可能把你所有的财产 都变成黄金 这是第一个 对吧 你少量的黄金有什么用呢 就是你少量的黄金保命 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你说我把我的几百万 全部活成黄金 也可以 到时候结局就是 要么就是爆雷了 对吧 那钱回不来 要么就是真黄金拿在手上 对吧 你藏着 不是被骗就是被抢 要么就是黄金本身就是假的 等到你真要出售的时候 发现对吧 市面黄金是两千一克 但是你那个只能值五百 为什么呢 因为纯都达不到 里面对吧 缠了其他杂志 也不是白忙一缠吗 对吧 在中国啊 如果你不考虑 什么极端情况发生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 出现乱世 那你买黄金 你不如存空行 只要政府不变 就像俄罗斯一样的 那出现什么情况 你黄金有什么用呢 黄金交易都是国家控制 说你多少钱一克 就是多少钱一克 说让你流通就能流通 说不让你流通 你就不能流通 对吧 你流通那就是非法 那跟贩毒是一样 要枪毙 你还怎么流通啊 如果真的出现乱世 那黄金更保不了你 黄金的坑啊 比这个 其他理财产品 恐怕还多得多 这坑你根本就采不完 所有的非法机制啊 诈骗 或者搞资金值 形式都是一模一样 无非是故事不一样 无非是媒介也不一样 黄金它也是一种媒介 所谓的什么项目 也是个媒介 就讲到故事不一样 形式本质上是一模一样 就把你的手上的现金 骗过来 搁在我这儿 我去投资 赚的钱是我的 赔了赔了 那我就破产了 就是你钱出来了 你把你的钱从工行 提出来 交到我这儿 不管你以为你是干啥 是买黄金 还是投资什么项目 还是新能源 你已经输了 你听了不同的故事 但是干的动作 都是一个动作 就是从工行把钱 提出来交给别人了 这就标志 你已经上当了 这本金能不能回来 全抗命 我一直说啊 股票是啥 好歹还监管 证监会发这个发那个 检查这个检查那个 天天发行问 就这么管都管不好 你说黄金 怎么能管得好呢 就在股票市场 这么多层层保护 你都赚不到钱 在黄金这里面 你说你能赚到钱 不太容易啊 所以说来说去啊 其实道理很简单 谁要想把你钱 从工行里面骗出来 这个要警惕 当你啊 动了把钱从工行 转出去这个念头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啊 一个问题 就是不这么干 行不行 是不是不这么干 就无路可走了 好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